《傳統與創新》 今天的這個座談 這個題目我覺得取得非常好 大家知道這個座談的題目叫做 《傳統與創新》 其實我們在這所有的作品裡面 都看到傳統與創新的成分 而這《傳統與創新》 這個名稱 我覺得本身就是一個 幾乎所有的藝術工作者 正在會質問自己的一個問題 到底哪些東西我要保留傳統 什麼東西我要創新 剛才賴老師講得非常好 這種傳統的一個 這個技巧 筆法但是有一個時代的 一個創新的一個精神 我覺得你就是不斷地在 每一張圖畫你的構圖 你的色彩 你的線條你要怎麼樣去呈現 傳統跟創新我覺得那是非常非常 精彩以及迷人的地方 每一張你都能夠去分析它 那講到傳統與創新 其實以傳統來講 當然我們是繼承從中國 一路以來的這樣子的一種 筆墨的一種傳統 在學術界我們會這麼說 這種叫做一種 佔據式的傳播 所謂的佔據式傳播 就是從中國 它影響了我們 幾乎幾乎都影響了我們的 這樣子的一種筆法 我們的筆墨 我們的用色等等 這種佔據式的 在早期我覺得 這個現象非常的明顯 基本上我們就是以 中國的水墨畫為最高的標準 追求那樣子的一種水平 一種佔據式的傳播 但是呢 隨著這個時間的演變 以及我們第二代畫家 慢慢在這裡扎根之後 已經從佔據式的傳播 慢慢的變成一種 互動式的一種交流 我認為現在應該算是 互動式的交流 也就是說我們不完全 只是根據中國的 審美的標準 而是有了在地的 自己的一些 一些審美的一些特色 剛才在跟三文先生在談的時候 我覺得談得也非常好 就有談到這一點 就是包括些什麼呢 什麼叫做交流式的 互動式的呢 就是我們有自己的特色 然後讓對方 中國其他地方 看到說 我們這裡的特色是什麼呢 比如說 有些南洋的題材 比如說有一些 南洋的色彩 剛才還提到的 南洋的色彩 特別的鮮豔 我覺得這講得非常 非常好 像這種互動式的 會互相影響 在今天展出的 第二代的 這個舒華家的作品裡面 我覺得我們就有看到這一些 首先題材 非常的南洋 包括新加坡和牛車水 等等的一些題材 以前的這樣子的 山巴的一些景色 非常的非常的南洋 色彩你會覺得它是 比較鮮豔的 比較鮮豔的 特別有顏色的那些 當然就是因為 跟赤道的陽光有關 他們又有接受了在地的影響 西方的影響 在新加坡的東西 枢紐的這塊土地上 得到新的滋養 我通常會這麼說 你有東方的 因為以前的第一代的老師 都是從中國來的 都叫東方的 你也有西方的 因為新加坡是一個 英國殖民地 他們曾經在英國殖民地裡面成長 也接受到很多西方的 還有一個 所以有東了 有了西了 還有一個 南 什麼南呢 因為在地的 我們會被在地的文化所影響 比如說馬來文化 印度文化 在地的一些植物 等等的色彩所影響 所以東西南 可能就是沒有北 我們的東西南的影響 形成我們很獨特的一個特色 講這三位畫家 比如說鄭木葵 鄭木葵 是我非常喜歡的一個畫家 鄭木葵為什麼會喜歡呢 我覺得他的獨特性在於 他的題材是南洋 他的筆法是細膩的 他結合了東方跟西方 還有南洋這一代 東西南的這個特色 讓你一看很舒服 很和諧很協調的整個畫面 色彩不會衝突很大 不會 我覺得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 讓我很喜歡 然後開始去繪畫 第二個說一說 洪雅蒂 洪雅蒂先生 我們在拍那些視頻的時候 有去洪雅蒂的家裡 洪雅蒂先生 是我們新加坡很重要的畫家 也是文化獎得主 而且他的特色在於 他什麼材料都很喜歡 他畫油畫、壓克力等等 後來他其實在迷上水墨的那個階段 就非常的風靡 那段時間一直的在畫這個水墨 我就在跟他談他的水墨的一些畫法 的時候啊 我跟他說 因為我感覺你的這個畫法 基本上是從西洋走回這個東方 從西方走回東方 你用的是這個整個構圖 整個遠近、層次、深淺等等 都是這樣子的一個特色 他說是啊 其實很多東西是相通的 你不完全能夠說 去劃分說這個是東方、這個是西方 但是很多東西是相通的 那題材上你看得到的是新加坡和 你看到的是奴車水 而且有一個遠景、中景跟近景 這三種的這個呈現 在他的畫面裡面非常非常的這個明顯 而且他的你注意他的筆觸非常的大膽 跟這個很俐落、很灑脫 你會發現他的這個 跟他的這個壓克力的一些筆法很接近 我覺得從他的那些水墨裡面 看得到他這個西方的一個畫法 第三位要談的是陳友炳 陳友炳啊 其實我最早認識他 不是因為他的畫畫 而是因為他的詩歌 我自己當然寫作寫了這個三十多年了 寫作 然後我最早的時候在圖書館 看到了幾本 我覺得很奇怪的詩歌 而且這個人在詩壇在文學界 大家不太認識他 可是我一看他作品很新鮮很奇特 他寫新詩 他寫古詩 我真的有這樣的一個文人 後來我才知道 原來他是一個畫家 然後我在他的畫裡面 我覺得這個看他的畫 就像讀他的詩一樣 你要用看詩的心情去看他的畫 我認為是這樣 在我們在詩歌研究裡面 詩歌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詞彙 我們看一首詩 很重要的是我們必須看他的意象 大家知道意象就是 imagery 意象 imagery 不是只是 image 我們通常翻譯成 imagery 這個意象呢 不是簡單的就是一個 object 就是一個東西看得到一樣 他必須要有意 這個象本身呢 這個外在的這個象 必須要有內在的意 它才能形成這個意象 也就是說 它是有內在情感的 所以在詩歌裡面 好的詩歌都會有很多的意象 那我覺得陳友炳老師的詩歌 就有很多的意象 這個與此相同的 或相似的 相關的呢 就是他的作品 他的繪畫作品裡面呢 有很多的 這個不是外在的象 你看到他其實畫的很多 是他內在的意 他畫內心的東西 所以你必須穿越 穿越他那種外在的一個表象 而進入他內在的那個意 你才看到他 他的那個作品的這個特色 大家隔壁那邊有好幾 有四幅喔 你會覺得 到底他在畫什麼 他不是在畫他外在的那個象啊 他畫他內在的那個詩意啊 那個內心的那個感覺啊 我覺得 那是他獨特的地方